昨天我们把这个总统府行政院以及陆委会来拜会国会 事实上他是邀请了所有的政党代表 我想我们这个拜会行程是公开的 刚刚有委员说这是一个密室 我想一个房间里面有这么多的媒体 有三四十人以上 那个地方怎么会叫做密室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用言语来这个模糊化 我们应该就针对马席会 马席会这件事情是多数人民的期待 而且这个前提是要维护尊严对等 对于我们台海两岸的稳定和平的发展 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至于马总统前往这一次的那个会面 他不牵涉到国家其他的议题 这都非常清楚公开的说明了 那么尤其是本执政党国民党呢 我们已经有一个提案 我们是依照宪法 我们要请马总统到立法院做一个报告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国家层级的问题 我们不用不是说在内政委员会做报告而已 我们应该在院里面跟所有的立委 所有的这个党团做一个公开的 全民可以透过这个总统的发言 我们可以去了解全貌 那像这样的话怎么是一个个人的利益呢 为了国家的利益 我想马总统绝对不会去思考他个人的利益 尤其是说如果我们都已经在三天前就向国会报告了 我们的程序上是可以接受的 那我要讲一下 如果这样比较起来 我们陈水扁政府时代 他的一边一国 他的迷航外交 还有他的八纽案等等 这些也都没有向国会报告 我是认为我们在这个做监督的时候 我们要理智 我们要理性 只要对国家进步有帮助的事情 我们都应该要支持 所以我建议我们的议程可以继续 不需要变更